一分不花,六个月开138家便利店,还倒赚100万,你相信吗? 一个小伙子想开一家自己的品牌便利店,可苦于没钱买商铺和进货。 他想了个借力达力的办法,先去各个社区里面集合散落的夫妻店,不收加盟费,统一用自己的品牌。 将散落的夫妻店变成自己的加盟店,因为统一进货一定比零散进货便宜,利润更大了。 所以店主肯定愿意,而且统一的品牌信任度会更高,客流量会更大。 最后总共有138家店铺愿意加盟,然后再去厂家谈,说我有138家店铺需要大量进货,你给我多少的价格折扣。 厂家面对这么大的订单肯定会心动,并且是可以长期合作的,因此就给了九折。 就用这一招,小伙一分不花,空手套白狼,不仅有了自己的138家加盟店,还因为产品差价赚了一百万。 你和财富自由差的不是钱,而是思维。 当你敢于挑战常规,留心周围机会,运用借力,借势的思维,合理利用和配置资源,你就会成为那个财富自由的人。 你认同吗?认同的关注点赞。